天空奇景,要帶您來看到 新美市新莊在昨天晚間有民眾拍到了這樣的畫面 四條雲柱圍繞著月亮,看起來就像是群龍捧月 專家表示,其中有三條波浪狀的雲可能是積雲 那麼另外一條比較筆直的,則是飛機通過的凝結尾 才會組成這樣的景象 早間明月高掛,周邊彷彿還有四條雲龍沖天 罕見的奇特景象就在14號晚間 新美市新莊地區有民眾抬頭驚見這個景象 趕緊拿手機捕捉畫面 仔細看看,至少有四條雲柱圍繞著月亮 就像群龍捧月,照片曝光後引發熱議 還有新美市板橋地區的民眾也拍到這張聚龍伴月 專家解釋出現這樣的景象跟最近的大氣環境有關 台灣會有一個很大的一個低壓袋 所以很容易產生一些對流 既云產生往垂直走的云 然後旁邊會有一些那個波浪狀 就是像左邊那三隻所謂的龍 右邊是一條紫狀 那我覺得它就是所謂的凝結尾 特別是在午後雷震雨下過之後的天空 在雲朵上面的分布情況是會比較溫亂的 近期台灣處於大低壓待中 天氣不穩定 周六以前中部以北各地山區 午後都可能會有局部大雨或是好雨 南部受到西南風影響 整日也會有一波一波的震雨 要特別注意的是周日到下周二高壓增強 台灣會在高壓跟低壓的交界處環境更不穩定 周南部容易有大雨 尤其南部恐有局部好雨 再加上下周一後適逢年度大潮 沿海滴挖地區得提高警戒 特別是在這個地方水位比較高一些的時候呢 又吹的是西南風 那這邊又下很大的雨的話呢 那當然這個當地排水狀況也比起沒有年度大潮的時候 可能要有更多的考量 至於其他地區也有午後雷震雨發生 一旦有對流發展也可能達到大雨等級 提醒民眾多加留業 記者正在零星台報道